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么在这个步行间汇集了全江的各种美食 那么到底有啥好吃好玩好喝的呢 走跟我一起过来吧 帕兹利地理夏提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的他对新疆的美食特别了解 今天就由他带我们一起逛一逛乌鲁木齐夜市 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 每天乌鲁木齐大巴扎里游人如知热闹非凡 巴扎是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 乌鲁木齐大巴扎里有三个区分别展示新疆飞移项目 文创旅游作品 特色产品 时尚餐饮及特色美食 其中这条新疆特色美食街里汇集了50多种特色新疆美食 在炎热的夏天来到新疆的话 这个喀什鲍冰和冰激凌是我们必须喝一下的尝一下的饮料 这个跟我们冰激凌啊鲍冰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是用这个酸奶和冰一起制作出来的 鲍冰酸奶是靠石地区的一个传统饮品 有原味和甜的两种口味 所有卖酸奶爆冰的人都会在车上拉上一块大大的冰块 有人来买酸奶爆冰就会用刀从这块大冰块上抱下碎冰到盆里 哎 前面这一大盆看上去金灿灿白花花的类似肠子的 又是什么美味呢 帕兹利说这就是大巴扎步行街上必尝的另外一道美食 新疆面废子 那白色的加工里面牛奶 子弹 还有棉粉 和花油加工 这个做起来特别麻烦 需要半个 就是需要半天的时间 这个围满顾客的摊位上卖的是 大巴扎夜市省最强手的小吃 胡辣羊蹄 之前是打败22家胡辣羊蹄馆 才来到了这个步行街 这个味道绝对很好吃 它这个黑羊蹄跟白羊蹄是完全不一样的 味道也不一样 我们先炒一炒吧 来 师傅给我一只 他家的胡辣羊蹄不仅味道好 吃法也有好几种 可以直接吃 可以拌上调料站着吃 也可以锅里囊垫底 加上卤好的羊蹄 在另一个盆里 加上青红辣椒和洋葱 再淋上一勺秘质的调料 一盘大盘胡辣羊蹄就做好了 要说这胡辣羊蹄的味道 用新疆话来说 那真是攒劲的很 吃过很多家的 就这一家最好吃 它带了一些麻辣味 还有羊蹄味 特别好吃 大巴扎里面美食还真不少 什么烤全羊 烤鸡 羊肉串 烤包子 手抓饭 大拿饼 这些是应有尽有 提到新疆美食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羊肉串 新疆人叫烤肉 烤肉虽小 学问很大 食材 口味 火候 缺一不可 帕兹利说 在新疆没有什么 是不能烧烤的 在大巴扎里 有一种烧烤 绝对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那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蛋 这个是野鸡蛋 野鸡蛋 那个是鹌鹑蛋 这个是鹌鹑蛋 对 这个呢 鸽子蛋 鸽子蛋 那个最大的呢 那个大的呢 这个是鹅蛋 鹅蛋 还有什么蛋 那个 无鸡蛋 无鸡蛋 就是所有的蛋都能烤 烤蛋 绝对是新疆一绝 是一种流传在新疆黑区的特色美食 烤蛋 很考验功力 你可以要求几成熟 最难掌握的是五成熟 蛋液 基本还是流质 可以用吸管吸着吃 口感要求极高 价格也较贵 一只鹅蛋 二十元 吃的比较Q弹 就有点像你吃Q弹的那种感觉 蛋黄是一样的 但就是这个蛋白 蛋白不一样 对 蛋白不一样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我觉得有点像凉粉 凉粉的 这个味道 烤出来的蛋 比水煮蛋的口感 更加紧实细腻 而且蛋黄 还有一股淡淡的焦香味 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之一 那么大 这多少钱一个 三百 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的蛋 我必须得尝一下 一个一年 一个下嘛 这个鸵鸟 一年才下一个蛋 帕子里说 自己还从来没有吃过鸵鸟蛋 他决定今天破例 品尝一下 这独一无二的鸵鸟蛋 师父告诉我们 烤制这样一个鸵鸟蛋 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决定 接着去逛大巴掌 一会儿回来再吃烤鸵鸟蛋 鸟是我们新疆人的主食 因为无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吃到香脆的美味的鸟 烤鸟是维吾尔族最主要的食物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 根据口味的不同 有原味鸟 芝麻鸟 葱花鸟 按形状又分为薄鸟 萝卜鸟等 现在还有夹杂了干果的甜囊 和肉馅的肉囊等等 囊的储存期很长 在通气条件下可以几个月不换 记者今天要隆重推荐的是 这种直径达80厘米 库车大囊 这就是我们的库车囊 库车囊的话 其实它的外形 大家可以看着 就是库车囊非常的大 它比一般囊大 而且它一个比较明显特点 是非常的薄 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 就是说是 跟其他囊的味道不太一样 很香 你看它上面分布了 非常多的一些 我们的新疆特有的一种调料吧 别是芝麻呀 包括西亚丹呀 还有一些皮牙子呀 它都是分布在里面 所以说 而且最正宗的库车囊 它是用柴火去烤出来的 在大巴扎上 我们又碰到了 另外一种来自和田的特色美食 怎么样杨姐 这就是咱们和田烤西瓜炖肉 这个你绝对没吃过对吗 真没吃过 这很多人问我 这个烤西瓜也可以炖肉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步行街的特色 在这个步行街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你吃不到的 源自和田的西瓜炖肉 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和田年间有最好吃的炖肉之称 西瓜炖肉的精髓在于炖肉所选用的密制汤料 和极具创造力的烹饪方法 烹饪时挑选成熟的西瓜 将西瓜瓶去除 然后根据食客所需的分量 将精细调制的汤料与新鲜的羊肉 一并倒入西瓜内 一并倒入西瓜内 待汤料与食材充分融合 将西瓜密封再包上锡纸 放入滚烫的沙土中 焖烤而成 羊肉融合西瓜的甜味 会结合出怎样的口感 一个硕大的鸵鸟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烤制 里面的蛋白和蛋黄 又会发生怎样质的变化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 而且这个蛋清比较像互动 对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凉粉 但是肉比凉粉要硬 对 我们先尝一下吧 就是腌进去以后 有一种碳烧的那种味道 碳的味道 碳烤的味道 碳烤的味道 因为它毕竟是烤过了嘛 嗯 然后再尝一下蛋黄 这个味道也不一样 蛋黄好像更细一些 对 而且比较浓一点 它比一般的这个鸡蛋呀 鹅蛋呀 水分比较多 多一点啊 烤西瓜炖肉 经过两个小时的梦烤 当打开西瓜的一瞬间 有一股鲜甜的清炖肉的味道 西瓜的颜色已经完全融入到肉汤里 让人直咽口水 嗯 第一口就是那种番茄的味道 对 它发甜 发甜 然后咽下去之后呢 可以感觉到它有西瓜味 对 一瞬间有西瓜的味道 一路逛 一路吃 走累了 您不妨到今年新落成的丝绸之路观光塔上去休息一下 还能在八十米高空欣赏乌鲁木齐的夜景 除了露天的大巴扎 在步行街的对面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堡式巴扎 这里是南北江少数民族及西亚中亚地区的物物交换中心 咱们天山的北面呢就叫做北江 而南面呢就叫做南江 因为南江和北江的地理位置不同 就导致了南江人和北江人的饮食习俗的不同 和各种文化的不同 那么到底有啥不同呢 那么在北江馆和南江馆到底藏了什么宝贝呢 我们先去看一看 在南江馆营养丰富的新疆抓饭 是维吾尔民族过节代课的必备食品之一 还有拉条子就是新疆拌面的俗称 制作时不用擀压的方法 而直接用手拉制成 加入了各种蔬菜和牛羊肉 一盘拉条子 菜和面都有了 长吃不腻 经久不饿 吃完干活 特别攒劲 手抓肉 讨全羊 烤包子 在南江馆里都能找得到 帕兹利说 南边是沙漠和戈壁 北边代表着草原和高山 那么北江有什么好吃的 北江有哪些特色美食呢 提起北江馆呀 我不得不提起这个 咱们最有名的辣子鸡 那个味道绝了 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了 不妨我们去尝一尝好吗 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 保障的新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 更有一些新疆人 把安吉海鲜椒用到了极致 创造出新疆另一种 与沙湾大盘鸡风味俊一的美食 柴卧铺辣子鸡 有耳不腻 特别入味 吃在嘴里边鸡骨头都是酥的 吃得比较嫩 还有一个鲜味道呢 还是跟这个风鸡呢 有点相近 帕兹利说 新疆的美食也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 有了多元化的特质 比如这道南疆的传统糕点巴哈利 是我们新疆人的糕点 巴哈利 对 巴哈利就是精品糕点的意思 巴哈利是新疆少数民族 最喜欢的一种糕点 因为是用蜂蜜烤制的 也称黑蛋糕 入口绵柔 味道甜美 说到新疆的糕点 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新疆的切糕呢 在大巴扎的水果巴扎里 有一家切糕不仅可以现场品尝 而且现做现卖 这家的这个切糕绝对正宗 然后切糕也有一种说法 也有一个名字叫马仁糕 核桃仁糖果 维吾尔族称之为马仁糖 切糕的历史悠久 早在丝绸之路时期 由于商人们都是坐长途旅行 所携带的食物必须能长久保存 且便于携带 而且要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 而切糕所具备的一保存 一携带和高营养的特点 真满足了往返于商道上的人们的需求 其实做马仁糖是非常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像是这位大叔已经从事这个专业三十多年了 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 制作切糕的关键在于糖的熬制 火候掌握很关键 熬好的糖膝倒入核桃仁迅速翻炒 翻炒的过程可是个力气活 但对于这位已经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还真是不易 为了让糖系均匀地躲在核桃仁仁上 翻炒的技巧和方向也是关键 怎么样杨姐随着欢快的音乐 你是不是想跳舞呀 是 它这个音乐特别有感染力 真的没错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风情艳液期的特点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小吃 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各种文化艺术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手工艺术 今天帕兹利带我们来到的是乌鲁木齐的一家大型室内美食城 最先看到的就是这条热热闹闹的集市区了 每个档口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美食 有九碗三行子 泥巴烤鸡 八楚的烤鱼 吐鲁饭的刚刚肉 库车的大囊 正逢开餐时路过这里的话 刚出炉的各式囊香味浓郁 其实杨姐 我带你来到这里的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你品尝一下这里的两道美食 那么第一个呢是一米烤肉 另外一个叫做哈勒马斯 哈勒马斯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菜 还不如让我们的朋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朋友就在那儿 佳琪 佳琪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佳琪 那么这里你上次给我推荐过的那个哈勒马斯 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过来这里尝一下 哈勒马斯和一米大烤呢是我们家的特色菜 很多客人呢远道而来就为了吃这两道菜 有的时候呢你来得晚了还吃不上 但是今天的时间刚刚好 我们就来尝一下哈勒马斯和一米大烤 好 好 好 说到这两道特色菜 那可是这里的明星菜品 也是点击量最高的两道菜 一米烤肉的做法比较简单 将羊肉切块腌制后 穿在一米长的红柳汁上 上火烤制二十分钟加入少许盐就完成了 这种烤肉保持了羊肉原始的味道 味道香醇浓郁 海勒马斯则富新疆当地特色 里面有鹿筋 鹿皮 鹿鞭 羊宝 八楚菇 羊赌鞠 等等新疆顶级食材 伴长里香米饭吃 味道鲜美堪称西域佛跳墙 我怎么感觉它跟一个普通的烤肉串不一样 因为它的形状不一样 导致我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挺香的 是不是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而且肉质选的也是非常的好 对吗 很多内地的朋友呢 刚开始就接受不了新疆的羊肉 但是尝了我们的新疆一米大烤之后 就觉得完全颠覆了对新疆羊肉的印象 他们觉得外焦里嫩而且非常的香 而且脆 对对 你看这就是我们新疆的最重量级的哈拉马斯 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个最美的美味的食材 都聚焦在了里面 它的汤是非常浓郁的 对 而且可以感受到菌类 蘑菇 对很鲜 很鲜美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爆汁捞饭的那个爆汁啊 对 我们新疆的捞饭 品尝了西域版的佛跳墙和新疆一米大烤 帕兹利说还有一道大菜来新疆一定要吃 而且这道美食必须提前一天预订 不然是给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 那究竟是什么大菜呢 原来帕兹利所说的大菜就是新疆的烤全羊 说它是一道大菜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它的制作时间和方法都比较让人费心思 烤的时候还是颜色各方面还是要火候 火候控制好就出来就没什么问题 对 最关键是火候 在烤羊的时候 需要先将整只羊浸泡在配好的料汁里 之后调制烤羊的秘制料 将料均匀地涂满羊肉这样才能够入味 火候对于烤全羊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时间短了肉就会不熟 时间长了肉质又会变得很柴 烤好的烤全羊外皮是焦黄发脆的 但是里面的羊肉却十分的绵软鲜嫩 简直让人瞬间爱上了羊肉 帕兹利说 他家的烤全羊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幸福的烤全羊 意思就是 让吃过他家烤全羊的人都感觉到幸福 不仅是烤全羊 他家还有幸福的烤包子 还有幸福的烤肉囊 烤包子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非常有味道 非常有特点 而且我们吃了这么多的烤包子 我觉得他的烤包子最好 乌鲁木齐的夜市还有很多 光顾夜市的人大多数都是结伴而来 有的是合家团聚 有的是好友相邀 这里宽松的环境 自由的氛围 使人们在辛劳一天后 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能够彻底的放松心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乌鲁木齐人 把夜市小吃成为自己一天当中的第四餐 新疆天气就是这样 早晚比较凉爽 所以新疆人特别喜欢在户外 跟朋友们聊聊天 聚聚会 品尝各种美食 那杨姐 我今天带你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 不是跟你随便聊天 是让你品尝一下这里的两道美食 那两道美食好吃的简直没朋友 用新疆方言来比喻的话 那就是非常的劳道 意思就是特别好吃 特别厉害 这个好吃到没朋友的美食 究竟是什么呢 辣呀 鲜呀 都喊了里面 特别有创意 我觉得这个菜 吃起来年轻人吃起来 还是比较刺激一点 很特别吧 鲜 辣 口味重 有创意 吃起来特别刺激 食客口中形容的特色美食 究竟是什么呢 你看杨姐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这个最劳道的两道菜 角马鸡 杜包肉 这个角马鸡呢 在我们乌鲁木齐 大街小巷 都可以看到 也可以品尝到 特别 吃起来是特别麻麻的那种 嘴皮子在跳的那种感觉 吃起来特别的爽 其实这个杜包肉的奥秘呀 不再大的外皮 在它的里面 吃之前呢 必须要有个工序 让我们的厨师来解开这个奥秘 来 杨肚包肉 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美食 使用动物的胃包裹食物进行烹饪 姐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肚包肉的吃法 因为肚包肉的这个汤汁 非常的浓稠 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一块肉 在这个汤汁里面 裹来裹去 要慢慢的裹 然后大口地把它吃完 和田夜市呢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 这里都有 但是我特别要推荐的 就是咱们的烧烤 说到和田的夜市 最有名的当然还是烧烤 新疆羊肉串 烤全羊的香味 那可是夜市里最熟悉不过的味道了 和田烧烤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日韩鼓励带记者看的这些坑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一片是烤全羊的四个囊坑 这是烤肉串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烤包子了 你看我们这烤包子都快出炉了 这也是囊坑吗 也是囊坑 但是在地面上 是的 这边我看 这边也有不一样的 对 这边的炉子也不一样 明火 这边真是太热了 都不敢靠近 这个是烤库米奇的地方 这就是和田烧烤的独特之处 同式烧烤 食材不同 处理方式不同 可以做出不同的美食 酷迈奇 对 酷迈奇 这是我们新疆人和田人的披萨 原型的囊饼 酷迈奇 俗称沙漠烤饼 是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朋友 在沙漠特殊的环境下 创造的一种高营养食品 据说吃了酷迈奇 在沙漠睡觉 不盖被子 也不会感冒 热 感冒 感冒 身体不腥 天堂一吃 就好了 酷迈奇 用的是羊肉馅 包酷迈奇 用一大一小 两张煎到的面皮 把调好的肉馅平铺在大的面皮上 然后盖上小一点的面皮 再把上下两张捏解 就可以放进火里烤了 烤酷迈奇 用的炭火 也是有讲究的 胡杨木为最佳 一天要烤多少个 大概就是一百个 二百个 没问题 酷迈奇 需要在炭火中烤制15分钟 根据用餐人数 可以做成大小不同的规格 这边忙着烤酷迈奇 旁边的档口 再忙着做烤包子 烤包子的馅料 和酷迈奇差不多 新鲜的羔羊肉是主料 烤包子的包法 和普通包子的差不多 但是褶子收口的一面 成了底部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的馒头 包子准备好之后 就要放进囊坑 囊坑用柴火预热 然后退去柴火 厨师用盐水来调整囊坑的温度 徒手把包子一个个的贴在里面 这一炉能烤多少包子 这个90个都100个 一个包子多少钱 12个斩 这样的一个囊坑能用多久 三四个月呢 后面烤包子不好 数字的这个地方 还还剩的 要说烤肉最直接的吃法 那还得是烤全羊 最好的食材 是净重9到13公斤的羔羊 内脏只保留了腰子和羊肝 烤制之前 要均匀地抹上一层调料酱 准备好的整羊 要用一根粗木棒架起来 师傅靠着熟量的技术 把每八只羊放进 同一个预热好的囊坑 羊放好后 用木板盖住囊坑口 铺上一层毯子 再用沙土严严实实地封住 五分钟一会儿 一打开 温度一检测一下 检查温度没有问题 再次封住囊坑口 两个小时以后 烤全羊就能出炉了 烤全羊需要预定 烤肉串可以现吃现点 在和田野市 最值得品尝的 还有这种烤油肝 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 新鲜的羊肝 搭配一大片羊尾油 五块穿成一串 炭火烤之后 浓烈的香味 让人迫不及待 只想一饱口福 不肥吧 好吃 一点都不腻 快尝尝 太好吃了 完全感受不到 刚才那块肥的羊油 它的油腻 好像 它的油去哪里 是不是被羊肝完全吸收了 熟了之后 发现羊肝好像一点也没有缩少 它可能吸收了一部分 羊油的这个油脂 反而让羊肝的口感更柔软一些 真太好吃了 再尝一遍 此时香喷喷的烤包子 新鲜出炉了 外表金黄 味道又如何呢 我们的河天烤包子是 上面和下面分开开的 看到没有 哇哦 满满的一包肉 还有汤汁 特别好吃 那个盐刚刚好 不是特别咸 但是味道刚刚好 这个时候 真的是有十分甜味 而且这个 荒豬皮烤出来 就是焦香味很浓郁的 对 而且很实在吧 肉很多 也看着是满满的油脂 但是一点也不觉得腻 其实它流出来的 确实不是油脂 它是那种汤汁 不会特别腻 特别好吃 烤好的库麦奇切成块 更适合一桌人一起分享 烤包子可能馅就会流动 但是这个 就固定在一个地方 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肉 烤包子入口的时候 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但这个入口之后 香味应该更复杂一些 因为这个 它的料可能更多一些 像它那个黑胡椒的味道 稍微比烤包子重一点 刚入口的时候 是黑胡椒的那个浓香味 但紧接着 透过这个黑胡椒的味道 给人品到羊肉的鲜美 接下来是新出炉的烤全羊 冒着热气 香气扑鼻 表皮已经被烤得焦酥 但里面的肉 却像煮出来的一样 汤汁饱满 咸香诱人 每次出炉 食客们总是真相抢购 河田最大的特色就是烤全羊 我们八个人 点了五公斤 我们在河田这边来已经十多年了 我们慢慢的就是喜欢上了 河田这个本地的这种特色的美食 细健康 又美味 在河田 烤全羊一般是烤熟之后 按重量销售 每公斤一百七十元 烤肉串一般是按鲜肉称重 每公斤一百二十元 乾牢致户的河田人 用囊坑把羊肉创造出了很多吃法和口味 囊坑贴肉 架子肉又是不同的风味 半公斤排 半公斤腿 一公斤一公斤 总共一公斤 温度点什么各方面 肉汁 肉味的鸡发比较好 一个人一顿能吃多少 一人吃半公斤 战型来说这些鸡嘛 然后还有一个人能吃一公斤 南坑贴肉 原本是河田策勒县的特色美食 土宋托和提跟着哥哥阿布杜莱克牧一起 当了四年的学徒 掌握了南坑贴肉的手艺 如今在河田已经经营了好几年的店 生意非常好 一天差不多能卖出去三百多公斤羊肉 时刻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部位的羊肉 切成一厘米厚的肉块 再加了孜然粉的盐水中过一下 然后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 再徒手贴到南坑壁上 每个人的都是拿盘子分开装上过来 然后它贴的时候就是要分开贴 中间要留一条缝 然后才能去分开 这到底是谁的肉 经过半个小时的烘烤 贴肉里的水分已经充分蒸发 口感介于肉干和烤肉之间 调料简单 吃的就是肉的原味 真是越嚼越香 嗯 好吃 很焦香味 对 干干的 我就喜欢这样子稍微干一些 就是肉熟透了那种 脆脆的那种 这个看上去很干 但是挺好咬的 其实看上去这个肉好像 烤得已经很干了 但是你看我咬了一块之后 这里面的肉又还是比较嫩的 对 特别嫩 香对于烤全羊来说 它的韧香要常说要干很多 除了贴肉 南坑做出来的架子肉 也很有特色 烤架子肉需要用盐水 鸡蛋 自然粉加上面粉 调制一个浓稠的酱料 再把肉均匀地裹上酱料 挂到铁架子上 放进南坑里烤制20分钟左右 架子肉更像是缩小版的烤全羊 外焦里嫩 香味浓郁 吃过的这些南坑烤物 你以为和田的烧烤就只有这些吗 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我们跟着日汉鼓励 一起去人民路的老和田夜市看看吧 好热闹的地方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气 是的 是这样的 咱们和田所有的好吃的都汇聚到了咱们的和田夜市 来了和田一定要来和田夜市走一走 老和田夜市是2016年搬到人民路的 算得上是和田的一张美食名片 每天晚上8点一开门 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日汉鼓励说 这里还有你意想不到的美味烤肉 会是什么呢 还有不一样的 更有特色的 这里 烤西瓜 对 这就是我们的西瓜烤肉 西瓜烤肉的灵感源自沙漠里的养赌烤肉 爱丽花了五年时间帮厨学艺 把这道西瓜烤肉带到了和田夜市 如今成了这里的知名美食 我们就算留一点西瓜汁 然后就是把西瓜的味道融入到肉里头 西瓜汁留的也不能太多 西瓜烤肉选用的是形状较圆 外皮较厚 5.5公斤左右重的西瓜 西脖纸包好 肉可以选择搭配一公斤的羊脖子肉 或者三只鸽子 两种价格不一样 那个西瓜鸽子168 西瓜羊肉178 最多的时候买30个 买个4000块钱的 洗净的新鲜羊脖子肉和鸽子放进西瓜里 加上葱 姜 红枣 椰枣 红黄胡萝卜等调味料 加水加盐 一次性调好味 用牙签固定好西瓜皮 埋进加热的沙子里 沙子下面是烧炭火的炉子 西瓜周围也围上炭火 小火慢炖6个小时 盖子打开 香气四溢 这边鸽子比较出名 所以我们就主要想来尝试一下鸽子 好喝吗 你不要看它只是个容器 其实它的西瓜的肉和乳鸽 和咱们羊肉的那个肉汤 混合在一起 会发生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跟普通对羊肉丼鸽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要好吃它很多 味道会特别的鲜美 你看我还要告诉你 一个更加不一样的 这也很奇妙 和田的红柳树非常多 就地取材也很环保 用红柳汁削成木签穿羊肉 肉香与树香结合 再加上果木炭火烟熏的加持 融入了坚果香和草原的气息 让羊肉呈现出非常浓郁的独特口味 在烤的过程中就让人垂涎欲滴 羊肉一圈20个 鸽子一圈两级五级 那是贵的 一晚上能卖多少餐 的一天的万一天 就不花钱超 anders 来来来 兄弟 你看 ****的时候 不好吃的往后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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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众多的烧烤中发现了 颇受欢迎的烤羊肠 光是这一种食材 就撑起了好几个烫味 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有多高 生意怎么样 可以的 可以的 你晚上能卖多少 两千个家似买完的呢 两千个 多少钱一个 一块五 便宜的这个家似 一块五 有几种口味 就是 两家似自己的口味 还有我们有的 虽然辣椒的口味 吃的 我这个口味 我学的 就是我爸爸给我的 就是 爸爸回来嘛 就是知道 就是用的才行 这是我看学的 爱热帕提江 跟着爸爸学会了 烤羊肠的手艺 如今自己 单独打理一个摊位 煮熟的羊肠切成小段 竹签穿起来 烤得外皮焦黄 然后一面蘸上孜然粉 一面蘸上辣椒粉 外焦里嫩 咸香四溢 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 除了当地传统的特色美食 和田野不断接纳着外地的美味 夜市里的美食品种越来越丰富 2019年 在和田环湖路又开了一家新和田野市 这里又会有什么好吃的呢 咱们的这个 15块钱一块 一块几个 一块九个 两块嘛 好的 李媛媛 安徽人 她售卖的是一种来自老家的玉米饼 新鲜的玉米磨碎 加上牛奶 鸡蛋 用漏斗滴在油锅里凝固成圆饼 再炸香 因为在我们老家卖得特别火 然后现在就是 我在这边卖了三年了已经 它玉米的香味特别猛 真的好吃啊 真特别好吃 外出里面 任汉鼓励说 椒麻鸡也是和田野市里的明星美食 我各地都希望我这种椒麻鸡 我们好像也会很好 我卖了几次 你这四多只 现在整个一只半 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 对 那你怎么从哪学的 我在新疆 乌鲁木去做的 75元一只的椒麻鸡 大约1.5公斤 买了之后 现场撕开 再调味拌匀 鲜香麻辣中 透着鸡肉的鲜美滋味 绝对好吃 鸡 你一定要这个鲜的 鱼一遍 慢慢地在煮 煮一个小时以后 捞出来 有凉水和它冷冻 出来 这个皮 脆脆的 夜市里做赌包肉的摊位不少 其实这道美食 也是从沙漠美食 是羊肚烤肉 演变而来的 而且在改良后 越来越有人气 想要堵包肉的口感更好 羊肚只能选用小肚 也就是有蜂窝状花纹的部分 一个小肚做一个堵包肉 受材料限制 买土米尔的店里 每天限量供应 一百个堵包肉 羊肉切细丁 配上洋葱丁 青红椒丁 一起炒熟 用盐 白胡椒 黑胡椒 自然调味 然后包进煮熟的 羊肖肚里 再用牙签封口 原本的烤制 也变成了蒸制 堵包肉是蒸的吗 二十分钟左右 就吃起来的 改良后的堵包肉 羊肚绵软鲜香 羊肉汤汁饱满 鲜香中透了一丝清甜 买土米尔还在 和田美食帕尔牧丹的基础上 研究出了羊排帕尔牧丹 造型和口味也是深受欢迎 羊排帕尔牧丹 每一个里面都会包上一个羊排 需要提前把羊排上的 大部分肉剔干净 只保留软骨部分的少许羊肉 然后把剔下来的羊肉剁碎 配上洋葱 胡椒粉 孜然粉 盐 调味 再把羊排有肉的一头 加上羊肉一起包进面皮里 然后进烤箱烤制 新鲜出炉的羊排帕尔牧丹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的炸鸡腿 色泽鲜亮香气诱人 排骨直接用手拿着吃 舀上一口表皮焦香酥脆 里面汤汁饱满肉质爽脆 绝对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道美食 吃完这么多种高热量的美食 还得来点清爽消暑的浆浆火 尝尝这个和甜特色的酸奶粽子吧 为什么这个酸奶这么稠 干的酸奶就干的 这是一勺什么 五花酱 这是什么酱 花果酱 这五花果好大呀 这个吃的时候一定要糯米 加这个酸奶 然后再来一点两个果酱 酸酸甜甜 冰冰凉凉的酸奶粽子 七元钱一个 既是主食也是甜品 绝对是夏夜里的一份 消暑小惊喜 除了酸奶粽子 在离和甜市区 八公里的拉斯奎镇上 还有一款价廉物美的 消暑加铁 五元钱一碗的冰渣渣 我带老婆来的 十几公里开到这 第一个好喝 第二个特别珍重 我就小时候就他们在这开店 冰渣渣与爆冰有些类似 打碎的冰 配上糖稀 酸奶 奶皮 吃下一碗 让人从内到外顿感清凉 土耳孙出生的那年 父亲开了这家冰渣渣店 从他19岁的时候接手经营 如今已过去20年了 土耳孙告诉记者 冰渣渣是和田的一道传统美食 原来是用冬天储存的天然冰块 现在为了食品安全 以及满足供应量 土耳孙自建了制冰间 这个里面一共有150块这样的方的冰 然后这个只供这家店用三天 冰块用碎冰机打碎 堆成一个圆柱体 再拉到店铺 土耳孙每天差不多要用掉60多块冰 为什么他家的冰渣渣会卖得格外好呢 好吃的关键是酸奶和奶鸡 糖心也很关键 冰鸡室也很关键 块太大了又不太好嚼 然后必须要特别碎 80%的店里面根本就不放奶皮 他们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家的奶皮是正儿八经牛奶上面 煮开了以后收的那种奶皮 所以很正宗 农户手工自制的新鲜酸奶 加上自己熬制的糖心 配上碎得刚刚好的冰渣渣 最后还有一小勺奶香四溢的奶皮 成就了这一碗凝聚了近40年的好味道 最后日韩鼓励要带记者去体验 和田最隆重的一道美食 最隆重的应该算是咱们的抓饭 客人来家里做客 然后我们每当过节必须要有抓饭 抓饭是新疆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 但是也正因为抓饭如此日常 所以要想做得出色也并不容易 帕提鼓励的这家店 是婆婆去世后接手的 已经三十多年了 这个叔叔要上班的十八年了 这个上班的十七年 他上班的三十年了 一锅接一锅就做 总共有几锅锅 四个 抓饭做的四个 一天做四十个 帕提鼓励家的抓饭 讲述的就是食材天然 调料简单 木柴烧火 一锅四公斤纳米要配五公斤肉 五公斤胡萝卜 一锅营养均衡老少皆宜的抓饭就出锅了 米饭软糯香甜 羊肉绵软咸香 吃了还想再吃 和田夜市有两个 老夜市在人民路 新夜市在环湖路 而且每个夜市是各有特色 除了节目里介绍的这些美食以外 像还有玫瑰花烤肉 羊肚子烤肉等 都是相当不错的 和田夜市烤肉 那是相当的美味 品种也很多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好吃的东西一定要悠着点 以防肠胃的不适 这里是位于喀什市市区的 嘎尔古城景区 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文化 独特的风情 都在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这座城市的魅力 在喀什有这样一句话 不到古城游不算到喀什 而来到古城 不去品味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也会成为一种遗憾 虽然此时还是阳光高照 但实际上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 这里的夜色来得比较晚 所以在喀什还能体验到 晒着太阳逛夜市的独特风景 我们当地人把这一条街叫汉巴扎 你知道汉巴扎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这个巴扎是骑士的意思 但加了个汉字我就不太明白了 汉是皇帝的意思 意思就是来这里的客人 都是很尊贵的 也说明我们当地人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好客 对对 还有另外呢 我们这里有喀什最著名的夜市 米热阿姨是喀什电视台的 维宇主持人 是土生土长的喀什人 她这次要作为向导 带着记者去逛夜市 品美食 喊巴扎的街道两旁 摆满了当地的土特产 既有各种干果 也有当地的瓜果 喀什有瓜果之香的美誉 在炎热的夏井 除了品尝瓜果之外 还有一种当地特有的冰饮 是不容错过的 这个你吃过吗 这个没吃过 但是我见过 这个应该叫爆冰吧 对叫爆冰 但是我们这边的爆冰 就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叫沙朗刀可 意思就是沙朗就是方式意思 把酸奶和还有那个酱 一起酱是甜的加起来 然后酱和甜的加起来 就是像方子一样 原来沙朗刀客这一名称的由来 跟它的制作工艺有关 用一把特制的小铲子 从冰块上铲下小碎冰 然后加入酸奶和用冰糖熬制的糖浆 经过充分的搅拌 一碗沙朗刀客就做好了 酸甜可口 特别这个小冰嘎子 吃在这里干嘛干嘛 尤其是这么热的天 对特别可口 而且这样热的天喝起来 就特别舒服 沙朗刀客除了名字 比较特别之外 这块冰也来历不凡 它是纯天然凝结成的 那这么热的天 这个纯天然的冰是怎么来的呀 从山上留下来的 他们说是冬天的冰 然后就放到冰胶里面 冰了之后 就到夏天再拿出来 山上留下来的血水 对 血水 那就相当于我们平常 嗯 泡泡水 原来这块冰还凝聚着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那时候没有制冷设备 人们就在冬天从河水里 采来冰块 储存到冰胶里 一直到夏天才拿出来使用 这一习惯 也许之间 我们现在才能在夏天 品尝到这种纯天然冰块 剧成的沙拉刀客 这就是喊巴扎夜市 面积不大 但是店铺连历 其中形形色色的美食 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浓厚的香味 吸引着时刻的眼球 又或者时刻的味觉 置身其中 仿佛介入到了美食的海洋 大有不知道该从哪里吃起的感觉 那我就说我比较喜欢吃的 给你推荐一下羊杂碎 羊杂碎汤很多人都吃过 原料就是羊的各种内脏 再配上原味羊汤 汤鲜肉香 而这里的羊杂碎却与众不同 凡是摆着这样一种造型的摊位 就是买羊杂碎汤的 这是羊肠子 然后里面放的是 米 那个羊杆子 然后羊的心 那个心脏也放进去 羊杆羊心都剁碎了 和白米混装在羊肠里 而羊肺则与面粉 鸡蛋牛奶一起加工成的膏状物 再配上会有辣椒的面筋 一碗羊杂碎就初步成形了 配上煮羊肺子的汤 来点香菜和辣椒油 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一开始我还想把它咬断 但是特别有韧性 表皮特别有韧性 但是里面的是米 比较糯 还有剩下这个 这是一碗看不到羊杂碎的羊杂碎 几乎每样东西都经过精心的加工 多了一些含蓄 少了一些直接咀嚼羊杂碎的畅款 和羊汤本身所有的鲜味 也许这正是喀什羊杂碎的特色 是当地人喜欢的一种感觉 一种味道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豪放的新疆人喜欢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在夜市中就有各种诱人的肉食 除了羊肉串 羊头肉 羊蹄子和烤全羊之外 还有鸡肉 牛肉 牛蹄子 然而米热紧接着要给鸡的推荐的 却不是这些东西 爱吃鸡蛋吗 这个说到我心杆上了 我都爱吃鸡蛋 而且爱吃炒鸡蛋 炒鸡蛋是吧 我们这儿鸡蛋还有一种吃法 烤蛋 烤着吃 对 烤着吃 火炉的铁架子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蛋类 有鸡蛋 鸽子蛋 和鹅蛋 在旁边放着的这个鸡鸟蛋也是可以烤着吃的 这个鸡鸟蛋是250块钱的 很贵的 老板说每天都卖500600左右的鸡蛋 烤蛋 这个里面最受欢迎的是鹅蛋 鹅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做法与众不同 在新鲜的鹅蛋上开一个小孔 倒出一部分蛋清 在里面加入自配的调料 刚刚老板说把那个蛋里面放了18种调料 有蜂蜜 脏红 还有那个维吾尔族医学的有一些调料也放进去了 加了调料的鹅蛋 直接放到炭火中烤 三两分钟后 蛋壳外面已经发黑 蛋液也凝固了 然后再搅拌一下 让调料和鹅蛋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一颗烤鹅蛋就做好了 闻起来有点像那个鸡蛋炒糊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这个蛋的这个感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像在吃一种那个 好像糯米 糯米 有点这种感觉吧 我也有一些这种感觉 和多种调料搅拌起来的烤鹅蛋 不仅味道像糯米 形状也像蒸熟的糯米粘成的盘 应该是其中加了蜂蜜的远户 淡淡的糊味中夹杂着甜香 鸽子蛋和鸡蛋都是完整烤制 烤好后再撒点盐和自然 这种方式可以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 而且还可以根据食客的喜好 烤制半熟和全熟两种 相比较而言 记得更喜欢全熟的烤鸡蛋 表面上看跟煮鸡蛋差不多 但是肉汁比较紧实 水分少 加上蛋壳上散发出的焦糊味 特别美味 夜市中的美食到底有多少种类 估计没有人能说得清 直接又特色的品尝 估计至少也得好几天 然而米热此时却带着记者 走出了夜市的大排档 来到新疆呢 不吃烤串好像总缺点什么 看你说的 这肯定是少不了的 回头我再带你去 我坚强去的一家烤肉店 味道特别棒 那儿都好吃 现在我给你推荐一个美食 也是羊肉 但是做法很特别 叫焖锅肉 焖锅肉 这名字听起来很普通 到底做法有什么特别 味道又如何呢 很快两盘焖锅肉就端上来了 最上面是两块颜色焦黄 发着油光的带骨羊肉 中间是被切成块的囊 最下面是少许汤汁 怎么样 你不是还是焖煮的 我感觉 焖煮的这个羊肉应该比较特别的 比较好吃 但这个肉肉质比较紧实 除了表皮没有那么焦 感觉就跟烤串里的肉差不多 知道了吧 跟之前说的焖是不一样的 焖锅肉的做法确实比较独特 一勺加入洋葱的盐水 一勺醋 少许汁配的调料 一小撮辣椒 然后充分搅拌 把羊肉放在其中 腌制两分钟后就可以入锅了 只不过这个锅有些与众不同 竟然是一个不锈钢钢子 而且焖着的方法也很奇特 把手放到这里我就感觉到热了 钢子肉是不能这样明火煞放的 只能这样焖着熟 要热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只加入了调料中的两勺液体 焖着过程中羊肉本身的油脂 也会融化成汤汁 进入羊肉 虽然肉质紧实 但香味十足 而下面铺的这层囊 也吸满了汤汁 鲜香软糯 唯一可以说这个好吃怎么说 压口 压口 于喊巴扎夜市一街之隔的是一条 千年古街五四堂博弈 以制作和销售维吾尔传统手工艺品 闻名于世 在各种销售商品的店铺之间 也隐藏着几家很有特色的美食小店 有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 在这里排起了长队 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烤包子 这里的烤包子虽然外形 不像我们平时吃的圆包子 但是表面焦黄油量还是非常诱人的哟 特别的香 这个羊肉味特别浓 应该是羊的肥肉 所以才觉得 我看见不是太肥 这个是牛肉 牛肉啊 对 那为什么吃出来这个羊肉的味道呢 因为家的那个羊的肥肉 原来这里的烤包子下料 是用牛肉 羊油 洋葱 咸盐 和黑胡椒 五种东西配置的 烤包子要用特制的囊坑 首先要用木材烧火加热囊坑 木材基本烧尽之后 往囊坑壁上喷洒盐水 一方面增加坑壁的粘性 一方面让囊坑降温 防止包子被迅速烤糊 之后 把包子一个个贴在坑壁上 再往包子上撒些清水 增加坑内的水气 高温作用下 包子内的羊油 就会全部融化在牛肉中 所以卖掉焦脆的牛肉馅烤包子 才能吃出羊肉的香味了 这大晚上的羊肉牛肉 都吃的不少 不好消化呀 不过米热自有办法 那我现在带你去一个 我们喀什最古老的百年老茶馆 喝茶也有这些消化 你们在晚上也喝茶吗 所以啊 在新疆民间有 宁可三日无时 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可见茶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家百年老茶馆里卖的最多的 就是当地人最爱喝的砖茶 因为以前喀什没有茶 然后第一次来到喀什的茶就是这个砖茶 然后人们就喝习惯了 砖茶直接用开水泡就可以了 做法简单 价格也实惠 三元钱一壶 百年间这家茶店又陆续推出了几十种茶 其中最贵的就是这种喀什百年特色茶 五十八一壶 这个放茶叶的瓶子看起来普通 里面的东西却价值不菲 是用十七种原料配置的百年特色茶 其中包括葬红花 豆蔻等有药用价值的植物 为了让原材料充分发挥作用 所以这种茶要稍微煮一下 放入用葬红花熬制的糖 再倒入买买提大树自制的百年特色茶 茶汤成金黄色 你刚才你俩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品尝了一下 这个味道怎么样 甜甜的 然后有股奇异的香味 嗯 有一些香味 好像还有点薄荷的味道 葬红花和豆蔻这些原材料 本身都有香味 也可作为烹饪调味料使用 所以百年特色茶的味道 是多种香味的综合体 就是有客们第一次来这边喝这个茶以后 要是在喀什的话 第二天也会来到这喝这个茶 看来很有吸引力 这里是喀什的美食一条街 晚上八点仍然是阳光高照的时候 第二天米热和记者来到了这里 哇 这儿这个空气中 都没卖点烤肉的香味 是吧 我们平时朋友聚会呀 家庭聚散都会来这里的 因为这里有几家电视饭特别好吃 做得好 嗯 做得特别好吃 有些人还一星期来两三四呢 这里有一家烤圈 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哦 经常来 嗯 经常来 米热的推荐绝非独有虚名 很多时刻的感受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主要是肉烤 然后这边呢 可能是它做的那个味啊 可能比其他的感觉更地道一点 就更能够满足味觉吧 然后我们这些都不要辣椒 这样就可以吃到原味 好吃啊 我们就是来这儿 来第二次了 来这家来第二次 昨天咱们快来的 说得你看 口水都流出来了 漫漫提江是这家烤串店的老板 今年24岁 已经有10年的烤串经验了 他这里最受欢迎的烤串 主要是两个品种 小烤肉和烤羊排串 漫漫提江告诉我们 他这里的小烤肉其实是牛肉 在牛肉中间加有一块羊油 烤之前要用多种自配调料腌制一下 虽然是这个牛肉啊 但是因为它中间放了一块羊油 所以还有羊肉的味道 但是正因为它是牛肉 所以它特别瘦这个肉啊 嚼起来呢还特别嫩嫩 各种调料的味道 你说是90多种啊 豆沙粉的团 对90多种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香 好几种这个调料的味道在里面 反正我是吃洋葱自然 吃出来了 其他的吃不出来 原来这种牛肉串是漫漫提江自己的发明 就想给吃惯了羊肉串的食客们 换换口味 没想到推出后大受欢迎 一天都卖出去2000多串 当然这里的羊肉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主推的就是烤羊排 因为每一块肉上都有骨头 所以可以用手拿着肉块吃 这个呢就吃起来我觉得这个羊肉味就更浓了 嗯 之前吃的那种 好像它那个腌制过的那种味道 嗯 就少了好多 对 少了好多 原汁也显 喀什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羊肉 也离不开馕 我小时候记得就是我奶奶也会打馕 就是我们每一家都会有一个馕坑 几乎每家都会做馕 自己做馕 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发展到今天 馕的种类也增加了很多 窝窝馕和艾曼克馕 是比较古老和常见的两种馕 窝窝馕表皮油光 蘸有芝麻 中间是个小窝窝 最喜欢吃的每天早晨就是这个 然后我不喜欢吃这个中间的 中间是为什么呀 硬 特别硬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表面看 这个比较油光 而且这个形状呢 它也比较平松 看起来有点像面包 对对对 实际上窝窝馕跟面包相差很大 不仅很有分量 而且表皮有韧性 底部则比较坚硬 牙口不好的人 估计吃起来会有些费劲哦 艾曼克馕虽然个头看起来不小 但是特别薄 尤其是刚做出来的艾曼克馕 吃起来又脆又香 最为特别的是 做艾曼克馕时 要用馕戳 戳上一些好看的花纹 这就像一个油戳一样 所以叫做这个囊戳 为什么咱们做囊戳要用这个囊戳 在上面戳一些这个花呢 这位店主告诉记者 汁水要使用囊戳 一来看起来好看 二来就是为了防止囊在烤制的过程中膨胀变形 囊坑除了用来烤囊之外 还能烤包子 烤肉串 甚至烤全羊 囊坑烤的肉串相对比较大 这家店里的囊坑烤羊肉 每一串的重量都超过了半斤 店主告诉我们 要想把囊坑烤肉做好 除了羊肉本身要优质之外 烧火的木材也很重要 他们选用的是杏树的树干 这样就可以把果树本身具有的香味 传递到烤肉上 相对封闭的囊坑温度比较高 就算肉串很大 也只需要十分钟左右就能烤熟 在炉子带有点闷的这个 闷的感觉也有 闷的感觉 所以说它这个油脂 你看它肉里头这个油脂比较多 对 油脂比较多 一口咬下去呢 能感觉到那个本身油脂的存在 但是它这个肉呢 又比较紧实啊 还有嚼头 对 加上它这个 它这个表层呢 还有一股这个 可能跟它那个性目有关系 更香一些 跟那个烤串完全是两种风格 到新疆一定要吃羊肉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来到喀什也一样哦 然而到了喀什如果不去品尝烤鸽子和鸽子汤 那此行就肯定要留有遗憾了 喀什人吃鸽子的历史有几百年 而且现在 喀什每天要消费鸽子一万只左右 由米热做向导 记者怎能错过这样一道美食呢 这道菜叫西瓜烤鸽子 我觉得是一种那个 就水果 水果 对对对 煮过以后的这种鸽子 清香味 在这个烤熟的西瓜中 隐藏着几只闷熟的鸽子 西瓜的那个甜味啊 加上这个肉特别嫩 就嚼起来 肉香味 西瓜的香味 特别清爽的感觉 嗯 清爽的 其中的鸽子汤 颜色金黄 飘着油花 扶着几块西瓜瓶 清爽可口 又好看又好喝 这道菜叫泥巴烤鸽子 烤出来的鸽子表皮焦黄 泛着油光 上面撒了点孜然 香味扑鼻啊 外焦里呢 对 比较适合这个词啊 而且这样做法呢 我觉得把它一个油 都充分地 都融合这个 体现出来了 肉里边的 嗯 对 所以嚼起来特别香 对 特别入味 嗯 特别入味 阿不都热和曼 今年35岁 是这家店的老板 喜欢创新 西瓜烤鸽子和泥巴烤鸽子 都是他借鉴的 其他食品的加工工艺后 自己创新研制出来的菜品 这两种菜已经推出 就大受欢迎 每天的销量都很大 这就你把烤鸽子就500个左右 500只左右 阿不都热和曼制作的烤鸽子 无论是原材料 配料和制作工艺都非常讲究 他选用的都是这家大型养鸽厂的乳鸽 乳鸽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而阿不都热和曼选用的是25天的乳鸽 太大了它的这个也特别大 然后腿也特别大 别人还以为就是鸡做的 阿不都热和曼制作烤鸽子的第一步 是先把鸽子煮熟 这样鸽子肉会更入味 当然选用的配料都是独家秘方 包括大料 丁香和豆蔻等12种材料 制作西瓜烤鸽子 首先要把西瓜羊掏出来 剩余少许西瓜汁 然后把鸽子放到西瓜中 紧接着要冲一碗藏红花水 开准一泡这个藏红花的香味出来 对对对 把藏红花泡的水加入西瓜中 密封西瓜 然后就可以放到南坑中烤制了 烤制过程需要一个小时 泥巴烤鸽子类似于叫花鸡的做法 首先要把鸽子用锡纸包起来 然后在外面均匀地涂上一层泥巴 裹上泥巴的鸽子放入南坑中 大约需要烤制一个半小时 泥巴鸽子烤熟之后 还需要再进南坑 这样烤出来的鸽子 才会表皮油光 焦脆 而肉质